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迫症的话 那它一定是一种疾病 首先就在症状上 它比我们平时讲的 这个强迫行为要多得多 它会在一天中 大部分时间 都会在想强迫这个事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强迫 而导致它的工作效率下降 或者感到的万分的痛苦 这也是我们的强 就拆试诊断为强迫症 那么强迫会哪些呢 我们有好几种 一个叫强迫意念 就是老子会反复想一些事情 控制不牢地想 强迫意念 或者老子觉得脏 我们叫强迫意念 怕脏 会觉得这个桌子不脏啊 衣服脏啊 那么还有一种叫强迫行为 为什么呢 就是反复洗手 因为它这个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是因为强迫意念 一起的 那么反复检查 那么还有一种叫强迫意想 就会觉得有这种伤害别人的冲 就会是因为强迫意念 我们试读吧 那么还有一种叫强迫意念 就是我的强迫意念 然后我们先试读了 你不愿意念